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以外更接触到希利利人流行的迷信 保罗后来再去到土局的地方 就碰见一个有法术的子女 她藉着占卜帮她的主人赚到很多的钱 她的能力是从无诡来的 意思就是一个灵 是鼻灵 是通灵 原本是蛇的意思 又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说福语的人 福语的人也是一个占卜师 因为她发出一些奇特的声音 会产生到一些很神秘的果效 人家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以为她是有鬼附在身 这个的子女可以用福语来说话 有无述的能力 所以路家都说她是一个被邪恶灵附体的一个人 也都指到她是用福语去说话的 子女在街上见到保罗和她的同伴 她就在后面大声地说 这些人是至高者的仆人 这样去形容至高的神 在另外的地方 也都曾经在异教的治教徒的口中 好像希里里话的犹太人 也都有这些的说法 或者异教徒 他们都访效犹太人的用法 这样去称呼他们的神 子女一年多日都见到保罗 就这样大声叫大声在那里叫 哦 至高者的仆人 给他们带来很多意外的宣传作用 子女的呼喊 最初似乎都没什么危险性 事实上也都看不出 他们对宣教士 他们有些什么的敌意 但后来保罗看出 他是被邪鬼所支配 就奉主耶稣的命赶走 这只污鬼 故事就没有因为这样去说到 子女有没有信耶稣 但是集中在保罗和他的朋友 同伴 他们经历这一切的事上面 无论子女的主人 当时是否在那里 但是他们很快就知道 发现到 哎呀 这个邪灵已经离开了 子女了 即是意味着 他们要得到利益的途径都没有了 他们就知道 是谁做的呢 就是保罗他们整班人做的了 福音的果效 破坏了一些靠迷信和邪恶行径 莫取利益的行业 于是 就去找他们的主人 加上朋友 路人的相助 就立即去采取行动 捉住保罗和祭妮 将他们拖到去 屎上面 去见他们的首领 要告他们 七位大兄姐妹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 很邪恶的事 或者灵界的事 我们都不需要怕 我们都只要靠耶稣 就可以走前面的路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你让我们认识你 明白真理 神啊 求你 教我们懂得 怎样去辨别诛灵 求你让我们 有足够的能力 抵御魔鬼的攻击 求圣灵保护着我们 使我们在任何的境遇上 仍然能够有能力去面对 以上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圣命祈求 阿们